怎麼看? 還是這樣看? 啊是嗎? 歡迎收看西奇古怪 最近西西在看Youtube的時候啊 我看到有一個日本Youtuber 他在玩一個挖礦挖寶的遊戲 他很可能會挖到黃金喔 但加上西西本身呢 也非常喜歡挖東西 所以呢 西西今天就特別呢 從網路上買來開箱 就讓大家一起來跟西西套進吧囉 哇你們看 是黃金的黃色欸 哇而且拿起來有點重量 看起來黃金應該就在裡面了 欸你們看一下 其實他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小欸 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他有七種的寶石 那你可能會挖到其中一種 最小的那個是黃金 最小的 這看起來有點像考古學家的節奏喔 嗯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這個就是 沙磚本人 那上面還寫個go的欸 好可愛喔 很像那個巧克力 黃金巧克力 你肚子餓了嗎? 喔真的我剛剛說的那個 放大鏡 嗎? 怎麼看 來你們看看 好帥喔 來啦這個是那個 鏟子 還是刷子 這還是這個 這應該是說明書吧 喔 對對對 這張 你看 對 有七種不同的寶石礦物 還有這個黃金 所以我們先來 這 黃金発見 開始 這 這好硬喔 這應該要拿那個刀子 欸這是來用這個嗎? 欸 喔 我抓到訣竅了 要用這樣戳的 它這個材質呢 它也不是說就是一般的沙子 因為它有 特別把它 凝固起來 所以你一般如果你是想要這樣子 是不行的欸 這是動不破的欸 小姐不要再敲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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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那種 成就感欸 就是發現東西的成就感 這樣看有點像那種 放在巧克力裡面的那種 杏仁還是果仁之類 好但我要再繼續挖 感覺很大喔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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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3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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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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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水晶呢 只要戴在身上 就可以改變你的時長喔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別的東西來挖 因為它給的那個鏟子 它是塑膠的 好 戳戳戳 欸 我可以這樣子 欸 你看 你看 挖出來 挖出來 耶 有了 有了 噔噔 這個有閃 閃晶晶的 Bling Bling 應該就是黃金石頭 好 第四個 開鑿 這什麼 黃黃的啊 這是起司的黃耶 黃黃的 剛剛都沒有這個顏色 沐飛黃金就在這邊 是好的徵兆 不行算了 等下 等下這個弄不好 然後整個土飛到眼睛 危險危險 欸 不是有那種考古系的嗎 那 考古系的同學不知道 不知道 或我A就是 學 那種 挖掘技巧課 挖掘理論 然後最後一堂就是 挖掘食物 不是那個吃的食物 不是那個吃的食物 實際 實際要去操作這樣子 然後老師就會帶大家去 我們就要吃挖寶囉 我們就要去挖寶 挖礦 老師今天呢藏了一個黃金在土裡面 然後就不見了 那也 嗚嗚 出現了 你看那個 燈燈 它的 木 木頭紋理的感覺 好 我們前面已經這麼多了耶 就是阿拉丁的感覺 阿拉丁他們背景是沙漠嗎 開挖 馬上有 這個蠻淺的喔 還是我挖的力道越來越 越來越純熟了 這顏色看起來像是 好像是水晶的 有沒有看到我 沒有 我們目前挖到的五個寶石 但我看他們喔 有用一個方式 可以讓沙子快速溶解 就是他們有準備水 然後把這個沙磚丟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會不會有黃金藏在裡面 好了 好 那我們首先要先準備一桶水 好 現在西西已經準備好一桶水了 我想要試一看看到底是不是能夠 像這個直接丟進去 然後它就會溶解 就可以馬上找出寶藏 嗯嗯嗯 好 我們來試試看 下去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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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 你看 它是活的 它是活的才會冒泡泡 蛤蜊喔 這怎麼才冒 唉唷 一捏就睡了 啊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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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神輩就這樣被我捏血 好酷喔 好酷喔 小時候還 看那個海產 海產店 夜市 不是 那個 蛤蜊會吐沙嗎 欸它現在從屁股起來 我放掉 嗯 拜託 來點奇蹟吧 四顆 沒有 看起來好噁心喔 我希望就在這一個身上了 下去吧 看來希希的房子 就碎了 如果我們還是有挖到五個還蠻可愛的小礦石啦 來再跟大家一一介紹一下 這小礦石呢 我覺得 就是觀賞跟紀念都還蠻不錯的 好 再來第一個是 我們剛剛挖的 登登 新型的小寶石 第二個是 水晶 登登 就是這個還蠻漂亮 透明的水晶 可能還要再把它洗一洗 再來這個是 嗯 上面有點金粉的石頭 再來這個 登登 這個說明書上沒有欸 剛剛看起來有點像 滷肉 控肉 最後一個 一樣是水晶 而且這個兩個水晶的 形狀的大小都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 今天玩完這個黃金發現啊 希希覺得呢 這個很適合用來訓練你的耐心 還有體驗礦工的辛苦 而且也可以知道 考古學家到底在做什麼喔 不過呢 雖然說挖的過程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 你在挖到那個寶藏的時候 會非常的有成就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 很有教育性質 教育意義的 推薦買給小朋友玩 但是呢 回家完之後 一定要鋪報紙喔 一定要鋪報紙 不然你在訓練小朋友耐心的同時 也會挑戰到媽媽的耐心喔 好 那今天心得講到這邊 我們要來開始 評分囉 那希希給她的分數是 7分 我本來是想給她10分的啦 可是我沒有挖到黃金 算了 就給她7分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段落 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 有什麼想法意見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你有什麼 企劃想法 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玩的 都可以告訴希希 希希都會一一做參考 可能會做成節目喔 那最後呢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或喜歡希希的話 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最後要開啟小鈴鐺 推薦影片才不會遺漏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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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icopters 會不會很合理 我們可以煮一下 也會不會太超級 唉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